货车豪端端直行 经过路口踩刹车减速 没有想到下一秒 突然窜出一名女大声 狠狠撞了上去 撞击力道之大 整个人被往后弹了一下 重重倒地 换个角度看 这名女子过马路时 疑似先看右边来车 谁刚转头又看另一侧 但是根本闪避不及 只着脸撞上帆布 手脚也因此擦伤 听到一声很大声的撞击声 她刚是坐在路边 然后一直没办法 很久很久都没办法动 两个膝盖就都好像都是擦伤的 好像是路人去帮她的 然后后来驾驶才下车 会觉得很奇怪 怎么会有这种事情发生 事发地点就在士林夜市附近 平常车流量就不小 加上这个路段有个小弯道 如果驾驶属于注意 很容易就会发生车祸 从回这个路口可以看到 虽然地上画有斑马线 但是却没有设置红绿灯 当时行人才刚起步要穿越 就跟货车发生车祸 目击民众把影片poser往后 引发热烈讨论 有网友说行人踩在斑马线上 车子应该要停 不过也有人有不同看法 完全没办法理解 路上车子这么多 路人说冲就冲吗 还蛮长的 就是穿越马路乱闯 之类的 然后不然就是 这边汽车是不可以出来的 但是有的是违规可以出来 就是还蛮常看到警察开单 这样子 对此警方表示 肇事责任还得厘清 但如果小货车 未以规定领让行人 将依道交罚举发 可处1200到6000元罚还 并吊扣价招一年 三选成长新疑台北策访报导